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Log On的頻道 我是你的主持人 Chris, 大家可以叫我阿樂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一下小報的套件 我們就代理了一個小報的七速套件 叫做RUHM RUHM是一個德文 意思就是聲望、名望、聲譽 我們希望這套件是一個很好的表現 是一個很好的聲望, 保持在這個小報的市場 現在給大家看看, 這裡已經有一個改好 全套七速套件的車 今天就給大家做一個示範 我自己本人有踩RUHM 所以我喜歡外面 而且整部車會輕輕 轉波又會簡單 所以我們就有做這套七速套件 現在我們其實這套都拿了某部份的專利設計 以及其他的七速套件是有不同的地方 今天就跟大家深入講解一下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好, 首先來我們講一下子撥 你會見到我們這套RUHM這套套件 其實已經是有包一個子撥的 你會見到外面很多的套件都不包子撥的 會用上市面上的SRAM的子撥去使用 你會見到我們這裡已經有跟著一個子撥 而且是很漂亮的, 它有做電鍍的顏色 是跟著你的套件 全套顏色是會有的 除此之外 還有飛輪 飛輪因為我們最大支援十一三十二尺 如果是A-Line或是C-Line 就能行到最大是三十二尺 好像這套為例 因為它是C-Line的車 所以可以行到三十二尺 如果是P-Line或是T-Line的朋友 暫時最高支援是三十的 十一三十尺 子撥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它可以讓你安裝在原裝的煞靶裡 看到嗎? 可以安裝在原裝煞靶裡 甚至乎是外面一些其他品牌 例如H&H、B-FUN的煞靶 它都可以支援 就直接裝回去 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可以用回原本的煞靶 好了,到波腳的部分 波腳也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一個專利的設計 就是因為因應小寶有很多公差 很多時候裝完波腳上去之後 導輪是會有少少歪的 而我們這個設計是容許我們可以做個修正 可以調教導輪的角度 去令到Train Line成為一個直線 還有你會見到我們跟其他不同的地方 我們會打住了這個RUHMHK HK是代表我們香港專有設計的貨 還有見到是V4 這個是第四代 我們經過不斷的研發 現在去到推出市場這個是第四代的版本 在波腳上都會打出來的 波腳的部分 我們的導輪用了這個10T的正腹齒 上導輪和下導輪都是用了這個正腹齒 正腹齒的作用就是 更加咬緊條鏈 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脫出來 即是變相沒有那麼容易脫鏈 再加上我們做了一個設計 有一個小的部分在這個位置 頂住條鏈讓它沒有那麼容易脫出來 所以整個設計是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脫鏈 更加安全 好 講了那麼多 我們不如試試轉波的效果給大家看 總結一下我們的七速的套件 因為如果A-Line和C-Line最大行走到十一三十二次 基本上很多地方甚至大山都夠踩了 至於前面大餅方面 如果女士可以用五十 甚至男士如果腳力好一點 其實可以裝五十二五十四 甚至五十六 以這個齒比來說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踩到的了 一來換了之後又輕 二來齒比又會廣闊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踩到 那絕對適合一些喜歡簡單 喜歡輕 喜歡改裝的朋友 那如果大家對於我們套件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你們去留言 去問我們 那也都很歡迎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好 那去到最後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們Log On的頻道 記得CLS我們 就是給like 給comment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拍多點影片 記得按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